江艳离仿佛遭到一锤重击,脸色惨白,身形摇摇欲坠,江城忙扶他坐下,转身对魏无羡怒道,你竟敢对我们说这种话?提及父母,江城不免就想起莲花物覆灭之事,再加上面对魏无羡如此强横的态度。 怒上加怒,一股强烈的恨意从心底油然升起,他脱口骂道,魏无羡,你是不是连自己做过的孽说过的话都忘了? 好,我来提醒你,就是因为你乱逞英雄救了你那位有情有义的蓝二公子,整个莲花物还有我爹娘都给你陪葬了,你可真伟大啊! 还有,我爹娘临死前说过什么话?啊?让你看过我,护着我,结果呢?表面上你答应得好好的,转过头就忘得一干二净。 是谁说的,将来我做家主,你做我的下属,一辈子扶持我,顾苏蓝色有双臂,我们云梦将士就有双结,永远不背叛,我不背叛江架。 结果你却和一群温狗混在一起,和和美美地过日子,你究竟把我们江家当成什么? 魏无羡,你哪来的脸让我们滚?江城犹如狂兽般怒吼。 类似的话,魏无羡以前不是没听过,以往他体谅江城是在同一天内就遭遇到丧父丧母家园覆灭的残剧,何况其山温士确实是令云梦将士直接灭族的凶手, 这些指责他听过就算了,并未放在心上。 但是今天,他不想再体谅下去了。 魏无羡道,江城,说话注意你的身份,温情温宁,好歹是你的救命恩人,他们有名有姓,不叫温狗。 你身为一宗之主,连这点胸襟气量都没有吗? 江城面容扭曲,犹如迎面被人狠狠一记中国,脸上火辣辣的痛。 他历声道,对,他们是帮过我们,可谁让他们姓温?温狗杀我父母,毁我家园,父母之仇,不共戴天,我与温狗势不两立,绝无和解可能。 势不两立?不见得吧。 魏无羡漫里思条地念了好几个名字,谈谈衣袖,轻描淡写地说,这几个人都是齐山温室昔日将族,我在寿宴上见着他们,都活着挺好的。 江城,既然你与温狗势不两立,我毕竟受江家教养多年,又曾是云梦守徒,此等大仇烟能不报。 这样,你我携手一起合作,灭掉这几个家族,告慰江家冤魂的在天之灵,如何? 江城脸色一阵清一阵白,更觉羞愤,就连江艳离也默默地垂手低气,无言以对。 静默片刻,他的声音不由自主地低了些,道,这些人已经全部归降兰陵金氏,而且,他们只是附庸温家,并不姓温,魏无羡闭上眼睛,尽管早有所料, 但猜想得和亲自从江城嘴里出来的感觉仍然完全不一样,或者,他就不应该再有任何期盼。 魏无羡无比失望地摇了摇头,轻声道,江城,我知道你最会审时夺势,趋利避害,但我怎么也没想到,你会把这份心思,用在我,用在温情温宁的身上。 江城脸上闪过几分慌张和愤怒,神情几经变化,最终定格为深深的恨意。 江艳离有些不知所措,只能道,阿诚他只是,只是,只是什么? 狼心狗肺,忘恩负义,魏无羡神色淡然的接口,魏无羡,江城抱贺一声,恨恨地道, 如果不是你在山洞里逞英雄墙出头去救兰望鸡,我们怎么会招惹上温家? 江家怎么会出事? 你,魏无羡道,你说错了。 突然这么一插嘴,江城愣了下,什么? 魏无羡十分冷静地说,我在山洞里,不仅救了兰望鸡,救了那个姑娘,还救下金子轩。 你说是因为我救下兰望鸡而害了莲花雾,所以恨我怪我。 那么,我就下金子轩,这可是你的亲姐夫。 江城,这个恩,你又准备怎么还? 江城左手紧紧扣住三毒,眼中不满红丝,直喘粗气。 他知道魏无羡一直以来都特别地能说会道,不管是道理还是歪理,皆能信手拈来,自圆其说。 但他从来不知道,当这份能说会道落在自己身上时,是这么地让人难看。 江艳离更是哭得双眼红肿,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,他实在不明白,为什么好好地见面,会变成这样。 两人剑拔弩张地对视一阵,江城貌似冷静了下来,冷声道,我娘说得没错,你就是个祸害。 连他们的死后,安宁都不放过,果然是亲子肖母,一样的不安分,一盏清茶泼到了江城脸上。 魏无羡只有两个字给他,闭嘴。 阿城,江艳离下意识地叫了出来,不及多想,立即掏出帕子,替江城擦去他脸上的茶水。 被人这样兜头兜脸地淋了一身的茶水,这个人还是魏无羡。 江城恨得眼睛都要出血了,心中怒火狂烧,正想甩出紫电抽过去,却迎上了一双充满杀意的冰冷双眸。 江城毫不怀疑,这一刻,魏无羡是真的对他起了杀心。 魏无羡手腕一转,江茶盏落回原位,声音清朗悦耳,看在江叔叔的份上,这次就算了。 下一次,我就不会这么温柔地只是泼茶了。 滚出去。 也许是震惊,也许还有一些江城不愿意承认的巨异,江城竟然真的忍下了这样的羞辱, 没再出言挑衅。 他扶住锤泪的江艳离,临走前,恶狠狠地瞪了魏无羡一眼,便再无一眼。 等到屋里只有魏无羡自己一人时,他才卸下脸上的表情,无力地以着暗机坐在地上。 十几年的感情,占据了他前半生的大部分时光,如今与江家彻底决裂,话说得再狠,可仍是控制不住难受的心情。 一片乌云飘过,挡住窗外的阳光,屋内瞬间就暗了下来。 不知过了多久,突然间响起了敲门声,以及一个熟悉的声音。 魏英。 蓝忘机一进入明粹楼,茶楼掌柜就迎上来了,行礼道,寒光君。 掌柜在前面带路,领着蓝忘机来到二楼的一个雅间,同时还不忘解释。 先前,楼上传来了一下摔东西的响声,没多久又传来女人的哭声和吵架声,吵得可激烈了。 我们没赶上去,都在楼下待着。 我家二公子说了,如果发现情况不对,就去找寒光君民。 所以啊,他们吵得那么凶,我担心魏公子会出事,不敢善专,就按二公子的吩咐,特地给您送去了口信。 后来不知发生何事,倒是安静了下来,然后将宗主扶着小金夫人下楼,两人就离开了,只有魏公子还在里面。 两人停在雅间门口,掌柜不敢敲门,指示道,含光君,就是这里了。 蓝忘机汉手道,有劳。 那我就先下去了,你有事,尽管吩咐咱们去做。 等掌柜的身影,二楼长廊的拐角处消失后,蓝忘机抬手敲了敲房门,咚咚响了两下后,他轻声道,魏英。 房内一片寂静,没有任何回响。 蓝忘机继续敲门,却依然没有反应,他脸上闪过一丝愁愁的神色,还是抵不过心中的担忧。 扶在门上的手轻轻一推,支哑声响起,房门就推开了。 蓝忘机眼神在房内快速地搜寻,很快就发现了坐在地上的魏无羡,脸色苍白,神情暮色。 没有迟疑,他立即走过去,想要把魏无羡扶起来,却发现魏无羡仿仿若一个木偶人般任他摆弄,毫不抵抗。 魏英。 蓝忘机担心地又换了一下,小心翼翼地扶着魏无羡在软踏做好后,才捉住他的手开始输送灵力。 下一刻,魏无羡推开他的手,别过脸,道,我没事。 蓝忘机握住魏无羡的肩膀,却不敢用力,轻声道,魏英,发生何事? 他犹豫了下,问道,你是否身体不适? 魏无羡右手不受控制地动了动,片刻后,他才失魂落魄地道,将叔叔死了,师弟们也死了,莲花物被烧了,温情温宁他们都走了。 现在,就连师姐也不要我了。 他们都要丢下我,没有人要我,蓝忘机呼吸一致,不经思索地冲口而出,我要。 他强硬地掰过魏无羡的双肩,对上一双茫然的眼睛,心肩一疼,把人搂进怀里,像哄孩子一样笨拙地拍着怀中之人的背部,魏英,我要你。 我带你回云深不知处,我不会丢下你,有我在,你就有家。 仿佛触动了某样情绪的开关,魏无羡忽然就哭了,他抱住蓝忘机嚎啕大哭,像是要把前半生所遭遇的痛楚苦难以及坎坷一并哭出来。 魏英,你别哭。 蓝忘机心疼的声音都变了,可是除了搂住魏无羡尽量安抚,他什么也做不了。 最后,魏无羡哭得昏了过去。 蓝忘机长叙了一口气,替魏无羡整理好衣式仪容,在他额头轻轻印上一吻,才把人抱起,离开茶楼,回到蓝氏别院。 蓝忘机安顿好魏无羡后,并未离开,而是守了他一整晚,直至天亮,才离开房间。 不想,等他端着潮石回来时,面对的却是空无一人的房间,一张纸尖压在竹台之下,风一吹就哗哗地响,上面写着,即是先回遗陵,雾年。 蓝忘机紧紧捏住纸尖,俊雅的面容如同覆盖上一层霜雪,让人看不出喜怒,魏无羡跑了。